28年前的相尸命案终于破案 民国85年桃源归山 有名农民在挖损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一具男性遗体 因为身份不明 案件石沉大海 直到今年鬼月 事件的关键人物说 他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 实在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终于说出了真相 原来28年前 当时他还只是一名14岁的少年 不满死者追求他的母亲 找了同为棒球队的 简姓同学父子党诉苦 没有想到简姓父子党 在跟对方谈判的时候 将人殴打致死还弃尸 真相虽然大白 但是28年过去了 犯案4人有3人因病及车祸死亡 只剩下简姓主嫌坦诚犯刑 可是案件也过了追诉期 不起诉处分 要是我爱真正人 不再爱报案 即便相隔将近30年 回想起经见遗体的那一幕 人鱼记犹存 因为他在堵老宅 锤子变得大胖 我说应该是正死 结果真的是人 我这样怕整半年 相识命案发生在民国85年 桃源龟山损农挖损挖出一条命案 男性死者手臂等触 严重骨折还在腹部发现一只销尖的竹子 警方虽然朝他杀侦办 不过死者身份不明石成大海 直到最近鬼月 一名案件关系人说 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 受不了良心谴责而报案 原来28年前 报案的女性男子才年仅14岁 不满死者苦苦追求自己的母亲 找来棒球队的简姓同学 希望他的爸爸能出面劝阻 简姓父子在找一名友人谈判 结果把人打到奄奄一袭 丢进布袋细偶木箱 再找来第四名友人将木箱弃至野外 现在真相终于大白 但四名嫌犯中有三人因病及车祸死亡 只剩下简姓主嫌坦诚犯行 但已过了追诉期 28年前 年仅14岁的少年 不满死者追求母亲而找人帮忙 却意外变成命案 良心谴责下让案件水落石出 记得林祝强 同学报道